別說賭場小霸王了 就是我們那兒的賭場大霸王 玩骰子也玩不過盼兒 塞了吧 倒過冬季 未盼一絲花旗 小春風如何執迷 誰的呼吸 那我冰冷心底 泛起了一層漣漪 也許夢中 藏著某個身影 輾轉過 多少回憶 哪怕一生 為愛顛沛流離 願隨你 看雲乾風起 別怪這宿命 這天意 這造花無情 任憑紅塵來去 像一場遊戲 賭上我自己 一顆心 也不可惜 交換我一生所有 歡喜 中國寶寶實症如鐵蛋白 美贊成藍珍邀您收看高光時刻 她已經看過了日子 就算她變了新 願意做別人的東床快雪 我也不後悔和她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好吃又好玩 奧利奧邀請您觀看夢華路 榮耀七十系列Vlog視頻手機 邀您收看夢華路 那個這些卷宗都快堆成山了 我都懷疑啊 江南的這些官全被鄭青天給收買了 當然 下官出來 肖像光也出來 我們黃針司只副署查案 所有的卷宗口供 勘查五五以後 直接交與當地有私處置 等眼下這些事情忙完了以後 我們很快就能回京了 真的 我終於能見到我娘和我兩個姐姐了 對了 指揮 我這回也算是立功了吧 你說能升個什麼管 是石匠還是軍頭 我要不要先做一身威武的衣服 我可是聽說蘇州這個裁縫 那可是一絕 不論是剪裁還是繡花那都 我只是想讓我娘一進京 就看到我一氣風發的樣子 指揮要是您不同意 那就算了 蘇州黃針司駐點俠關送來的信歌 你會用了嗎 我早就會用了 還有您說的那個劫略 我也已經寫好遞進京去啊 對了 東京那邊可有什麼消息啊 也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雷斯公在浴室的時候 把您大大的誇獎了一頭 您是想問趙娘子的事吧 只可惜那些探子 一個消息都沒有傳過來 我什麼時候說我想問她的事 你下去吧 你下去吧 怎麼完全沒有消息呢 因為你的性子到了東京以後 應該翻天覆地才對 她會出什麼事了嗎 你氣死我了 你氣死我了 你你你你你 十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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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什麼呀 我少什麼你說 我什麼都不少 對你說得好 我什麼都不少 老子這麼有錢 那金城我送你了 哎 成風姓杜的 就那姓杜的 也敢騎在我頭上 老子老子明明可以在東京橫著走 憑什麼做不了關 你說憑什麼做不了關 那你橫著走的 你是這個吧 你敢罵我是水星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要脫走的 有 racing 但這也行 你還沒嗎 你還沒有想到 我乾脆 你還沒有想到 你爽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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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那些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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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理难 有钱无还 天理难 有钱无还 天理难 有钱无还 天理难 这就是你说的早有安排 谁知道这 照片使得什么毒气 叫了这这么多人 老奴安排的地痞 肯定被他们赶走了 你 再这么吵下去的话 穿到高下 我们就烦了 不行 观人现在不能露面 你让开 老奴无能 观人测法 观人测法 老奴无能 老奴无能 你就会说一句老奴无能 你是不是合着 你只要说了这句话 我就必须得原谅你啊 德叔 多少次了 多少次你自作主张 我当初 让你去前堂告诉潘儿 我高中之后 由家中束编安排令曲 你非得去显摆高下赐婚了 把他惹急了来到东京 后来 我让你去给老师送礼吧 你非得自作主张 去把一眼图嫁进去 害得我 没有办法答应潘儿 搞得两头为难 现在可得好 你还和地痞连上手了 你 你这哪是我 欧阳家的忠仆啊 你分明是欧阳家的祖宗 老陆有罪 老陆有罪 有钱无还 远离难 有 老陆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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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阿坤 能听 他妈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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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看不出来 我刚看猛狗了 那个女的让你当看猛狗 你就这么听话呀 不然 不然呢 那他让你吃吃你去吃吗 吃 你真吃了 那 那还倒没有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赶紧跟我走 不能走走了 我不能生孩子了 你对我媳妇来 还没呢 他们点了我不能生孩子的血了 他又在嘲笑我对了 我打死你 打死你 你听说说的听多了是不是 他又不是什么大内高手 他会点什么穴啊 再说了 就你这模样 你能绕着媳妇吗 谁给你生孩子啊 说不准 再说了 那里面住的肯是近视 他跟近视的肯对的肯 他得是什么人 再说了 您错局不是还没赢过他吗 要不然你再说一点 再说了 你错局不是没踢过他吗 你还真说啊你 打死你 打死你 将嘴 将嘴 还生孩子 你跟谁生 你跟谁生 我都没孩子了 你跟谁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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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偷我 你信偷我自己啊 你 你 周见我 天理弹 你 他什么孩子 周见我 周见我 天理弹 周见我 周见我 天理弹 他奶奶呢 他气死老子了 我收拾不了杜长峰 我还收拾不了那个女人呢 遗嘱箱之内 我要知道他住在哪儿 你去给我查女人 愣着个麻 周见我还 天理弹 我明白他们 才这么吵闹下去了 周见我还 天理弹 是你们能逼我的 周见我还 天理弹 我得说了 我写封信 你想办法把我送出去 周见我还 天理弹 看你堵着门 你只能从后面的狗洞 钻出去了 周见我还 严好奴影一定能钻出去 周见我 天理弹 赵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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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 赵盼 你干嘛 你 鸡网瓦剌的 有什么好听的 艳阳高照 日子安泰 清点醇不好 配听这种倒霉催快短气 长柜的 谁是长柜的啊 喂 喂 喂 是不是有个叫赵判儿呢 你哪个店呢 管人说醉 笑得不知 你是长柜的吗 我写 我写道 喝完 嘞 最后 走 赵 我就是搞似你 黄玉多 我江南小野花 哎 美人小心 哎 美人看你 喂 我刚救了你 你这样翻脸无情 不太好啊 多谢云生 哎 小娘子 不用客气 哎 哎 美人别走啊 我来这儿啊 是找赵盼儿的 她是我姐姐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姐姐 你姐姐得罪我两回了 你说我们找她干什么呀 嗯 妾身虽然不知旧理 但我们姐妹出来东京 不懂规矩 若有得罪 还请您大人勇大量 千万数个泽个 哎 这个小娘子就是比那个懂事啊 嗯 好说好说 俗话说得好吗 不打不相识 嗯 如果你愿意陪我找一个亲近的地方坐一坐 这事就可以这么过去了 你 哎 哎 你别走啊 哎 这 我是个好人 啊 你别碰我琵琶 我都没碰你 你叫这么大声干吗呀 啊 我碰溜怎么样啊 我还弹呢 我还弹呢 怎么样啊 我弹呢 弹溜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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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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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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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抓住你给小娘子 三长姐 有坏人 什么搞东西 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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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干吗 干吗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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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 赵汉 又是你 是我怎么了 心仇仇怨 今天已经算了 算就算 今天趁着人多 也请大家 帮我们做个旁证 我跟你 一共我就打了三次交道吧 第一次你玩白打 撞上我之后球落地 还怨我 结果我踢得比你好 你就怀恨在心 第二次 你的手下收了别人的钱 当街调戏我们 结果被我们收拾了 留在那儿 看门抵罪 第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想来 替你被收拾了的手下 出头 结果就趁我不在 找我妹子出气 说对了吧 大傻子 我手下 我手下 我持盘 持牙那 是东京绸缎药材 皮毛米粮航运 等等等等 等等等 十多个行贵的总把头 我手底下的人 那没有一万 也有两百 那想冒名顶替的 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你说那些 我全不知情 我今天想跟你算的账 只有一件 你妹子 把我的头弄成这样子 啪 我打了一下 你又拿到嘴探我一下 这次总得有个错法吧 是你轻薄我 抢我琵琶 我才撞你的 胡说 那除了刚才你要跌跤的时候 我轻轻扶了一把你之外 我什么时候还碰过你啊 轻薄 你问问在这儿所有的人 我持呀你 虽然平直 风流惆怅 我就喜欢这么说 我什么时候对女人用过墙 遇到哪家 花娘小姐 不都是客客气气的 那倒是 持呀你 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呢 能用钱解决的事 她从来不用拳头 我不是花娘 不是小姐 青楼勾勒那就是我第二个家 你这个第二个 我一看 字都不识几个的人 能讲得出什么大道理来 你别跟我扯灯扯西的 你爸弄成这个样子 你这次不能这么算了 先说好了 有钱 你俩你不要 那你想怎么着 上长景楼 拍顿合同酒 再让你妹子 给我弹三首曲子 这时候就这么算了 否则 我让你们三个女人 你们在东京不太平 行不行 娘子 你还是尽好就手把我们娘那说到做到 听见了没有啊 合同酒容易啊 你想听我妹子弹琴 那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我妹子在江南可是第一琵琶高手 常人要听她弹琴 都要过咱们姐妹文武三观 你也不例外 吹牛吧你 就她那个样子 还是江南第一琵琶名手 我才不信呢 各位 都听过我家宋娘子弹琵琶吧 听过听过 她是不是值得这个称号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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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妹子 是月宫没错 可是自前堂开始 她家世代 都为宫中做琵琶供奉 手中的这把宫月琵琶 也是唐明皇的遗宝 她不仅是前王太妃府上的座上宾 这次更是受秀周许之周之情进京 请问这样的琵琶高手 是一般的俗人 能欣赏得来的吗 我不是个俗人 你说的这些 我也不信 谁知道你要出什么 别难我的题目呢 怕了 我怕了 别说三观了 十观我都敢过 不过先说好了 不跟你比苏菊 不跟你比力气 没问题 机长为时 是三局全胜啊 还是三局两胜啊 两胜 就算你赢 行 走 我打车了 我打车了 习惯 想靠她呀 只取头盗缘由 先出高品质 说吧 第一场比什么呀 第一场由我妹子亲自出题 有一个对子 秦阳内在一珠箱里对处 嗯 是每天超人的 选辜 电视制 无论 可能 感谢观看 我对出来了 我居然对出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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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检 我们现在还怎么办 我们小朋友 没事 待会儿我去 喂 第一场我赢了 第二场比什么呀 第二场比五 我们要比的是 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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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牙内练了二十多年刀 你居然敢跟我比刀法 五个少知道 一个不少 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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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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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终于成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呀 好 难道三位娘子 能比我玩得好 菜刀 菜刀不算刀吗 没说不算呀 那孙娘子 准备怎么 给我们展示刀法呀 走着 走着 搞什么 要做饭呀 走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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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都是刀工啊 我看得太花了 各位 这一局谁赢了 第二场 孙三宁赢 现在两边各胜一场 胜负还需看第三场 赵胖 和我结缘的是你 这第三场总该你自己上场了吧 还有啊 为着公平起见 这第三场的题目应该我出才行 这第三场的题目应该我出才行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哪里公平了 天底下哪有闯关的人 给守关的人出题的道理 那刚才说好了呢 就对一个对子 他接连改了三次 这是怎么算呀 就是 那你想怎么比 咱们来一个又闻又舞的 逼骰子 我来逼骰子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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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我们家衙内可是独场小霸 你想怎么比 老规矩 比大小 桌上谁开出来的 骰子点数多 就算谁赢 行 不过我还要加一个彩头 如果是你赢了 除了合同酒和三首曲子 我们再赔上十罐钱 但如果我赢了 你的手下们 就还要替我干活 以言为定 谁先开啊 先说好了啊 同样的点数 掀开者为盈 可以 要得别说我欺负你了啊 一个六 两个六 三个六 四个六 五个六 六个六 六个六 六六三十六 杨奈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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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六 两个六 三个六 四个六 五个六 六个六 还有一个一 一三个六 五 五 六 五 六 五 五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五 六 六 七 五 六 五 五 您狂宏大量 应该不会计较这点得失吧 赵娘子客气了 既然贵姐妹有如此才艺 那我就祝你们在东京 大方一财 不计较不计较 我问这个团队 说要不是偏什么 家里就不可能输 你说谁输的 你家那什么时候输过呀 你家那这个有本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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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不公平啊 我当当一个东京抵头蛇 啊 竟然让三个女的给欺负 啊 你家前有灵 于ening 保佑我 让你上个女的 早日滚出土江 来 套一杯 嗯 我还是第一回喝东京的酒 这中原的酒 和江南的还真不一样 今天啊 赢了池阳内 真是痛快 来 虽然是赢了池阳内 但欧阳旭那边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变故 咱们最好还是搬到他附近去盯着他 一一代劳 咱们今天都挺累的 搬家的事明天再说吧 酒不错的 嗯 嗯 嗯 还真是挺香的 再给我来点 买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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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东京 我怎么找你啊 周桥南桥口 有一家王岐铁铁铺 如果你看到门口挂着红色的棋帆 你就进去找老板 买十根银针 他自然会带你来接我 如果你一直看不到棋帆挂出来 这钱就不用还了 这个还真的做得挺硬 嗯 哎 帕尔 你要累了 就赶紧歇会儿吧 来 嗯 啊 帕尔姐因为我要脱急 她要去找欧阳旭了 那 这 这怎么能行呢 帕尔姐那么喜欢欧阳旭 那她这会儿有多难受啊 不行 我得去 我得去 去那边 哎 来 你别去 你别去 你让她自己静一静 我坐下 帕尔姐 来 喝 欧阳旭现在这个样子呀 他们俩 八成好不了 欧阳旭竟然这样对姐姐 她还找何四这样的地痞来欺负我吗 亏她还是个尽事 这个人 怎么这么坏啊 云正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呢 是想你心里有个数 欧阳旭 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她儿了 她要是趁着你一个人落单的时候 派人来找你麻烦 你可千万要警醒些 别被欺负了 还有啊 帕尔那边啊 你也少问 有什么不明白的门 你就来找我 我看帕尔他现在 心里又厌烦 又难过 可他为了你呢 也没有办法 不然 他跟欧阳旭 半个字都不想再说 帕尔姐 她是我亲姐姐 要不是因为我 他也不会再去找欧阳旭的 不 这不愿你啊 你别难过了 我不是 谁不愿意 她怎么还没回来 你说得对 容金巨大不易 别看我今天好像挺威风啊 可是心里其实一点底也没有 全是在强撑着 顾千帆 你要是现在也在这儿就好了 因为你肯定会跟我说一些 很刺耳 但这确实有用的话 这是赵鸟子开的 他还真行 你既然痛恨黄尘司 就应该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若你如实招来的话 我暂且可以放你一把 但是如果你巧言吝啬刻意一把 我敢保证不除三人 我会让前堂的每一个大小百姓 都对你的陈年旧事如数佳成 算了日子 他这会儿应该已经到东京了吧 您是否还挺挂起她的 她现在估计已经成为炭花娘子了 我挂起她干什么 卑职心里呢 倒是明白您为什么挂起她 只怕您自己心里不明白 你之前在秀州当武官的时候 前堂军礼有没有收拾的人 有 去找两个稳妥的人 看住这里跟她的老宅子 还有 打探一下孙三娘的前夫 和她儿子的行错 您放心 卑职啊一定披荆斩棘赴堂倒火 把这事办得妥妥的 不过 让肖像公的管家发话 岂不是更方便 我信不过肖家 你给我记住了 我跟肖像公 永远都不可能是同一路人 上次我是因为迫不得已 所以才请她帮忙 之后也只不过 会是萍水之交 如果你想通过我 去攀附肖家的话 就怕你的如意酸盘会落空 为什么呀 你舍不得吗 那这样好不好 我帮你引荐给肖家 不用不用 我哪都不去我就跟着您 我又不傻 您连这么好的靠山您都不靠 那肯定有问题啊 而且我以前又经常听说 这个肖像公的名声可不太好 老斌祥瑞 奉承官家大兴土木 这种事就不用说了 而且啊 她还拍皇后娘娘的马屁 膝上瞒下排除异己 还联合那个后子 去对付那个老科相 你说这种坚持有什么可跟的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不过 她跟雷斯公的关系怎么样 她这次为你出了头 她岂不是得罪了雷斯公 这雷斯公可是打小就跟着官家一起长大的 这个 大金像 碰上大烟贼 她比哪个更厉害呢 顾世贵 那个 我口渴了 我就喝点水喝啊 小春 房子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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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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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潘儿姐被人欺负 对了 你还是黄晨思的大官 没准你发句话 也能帮我脱了月籍 要是真的那样的话 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吃着这真香的外卖 就想起了俺们宋朝人 您瞧 其实清明上河图早就深藏外卖的踪迹了 一个穿着小围裙的宋餐小哥 出现在一家叫做十千脚垫的店铺前 宋朝的脚垫可不是洗脚垫 而是酒垫的意思 是卖酒卖饭菜的 您看这位宋餐小哥 正拎着这十盒 不知给哪位客官送外卖了 这一路前行的帅气模样 跟咱们今天外卖小哥那可是如出一辙呀 虽说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 但是完全不妨碍特别会生活的宋朝人员 盘活外卖的美妙 更吵的是 外卖不仅能录运 还能走水运 是不是很高囊 这接到订单之后呢 小巧惊叹的一夜丰粥 满载羹汤 食果 酒水 菜书 鸡鸭 海螺 甚至茶百姓 游走于湖水之上 穿梭自如 高效及时地为顾客送去货品 这样的外卖小船 俗称湖船 以船为界 赏湖送餐 想想这样的外卖形式 心情也是多了几分惬意啊 一会儿呢 我要点一份 赵老板酒楼的招牌外卖 你们呢 想好今天看梦华路的时候吃什么了吗 我可是听说 你们可以用美团 餐食饮料 生活用品 下当后最快只要三十分钟 小哥就能送货上门 我没了 梦卫 如何 如何 向往 风吹过 岁月的 熙攘 檀檬花落尽 空雨香 回忆的角落 是几般 忧伤 送不完 悲欢一场 快知怪 这只段情长 星辰为你荡漾 风月为你痴狂 谁为你不惜时光 等地老 等天荒 等梦天在辉煌 笑看所有残散 只字 只手 不负思量 啊 等手眼 为对方 泛起了波光 啊 再陪你 去开门 细水流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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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